台灣三高族群多 洗腎糖尿病 燒掉多數健保費 連年虧損 立委高嘉瑜提議 要課徵肥胖睡 此話一出立委點點名 感覺自己全中槍了 那條線花下去 會有很多人有瘦乳的感覺 像我跟蔡玉宇 我們都應該瘦一點 蔡玉宇可能 歲會科得比我多一點 我覺得他應該要 要好好注意一下 事實上像我 我這麼胖 可是我不喝寒坦的飲料 所以事實上他科不到我 課肥胖睡 我覺得演藝圈應該蠻多人 會受到影響的 我就是那種很容易胖 我可能呼吸吸空氣就胖的人 我就是心裡掛成一個 我被課定的感覺 這個睡我絞定了 連演藝圈也逃不過 現場量腰圍 已經高於正常標準 根據衛福部公布 成年男性腰圍超過90公分 女性超過80公分 都屬於腹部肥胖 但誤會大了 高駕魚說的肥胖睡 不是對人 國民美食 首搖引炸雞排 立委鎖定高熱量 高糖分食品 但真的課真 這些好料 價格可能都會變相漲 本來我就不太喝得無所謂 但是我覺得 那是每個人的權利啊 不能因為肥不肥胖 我有單不單身 然後就課別人這些睡 不公平 課真的肥胖睡嗎 真的覺得有點太誇張 就跟香菸一樣 香菸再高 還是要抽的人還是會要抽 要吃甜食炸食的人 還是一堆 飲食習慣一時之間好難改 加上台灣小吃誘惑多 執行肥胖睡難度不小 三立新聞李文山珍嘉宣 特別報導